孩子到遊樂場玩 身旁卻一直跟著一名女子 外人乍看之下 都以為他們是家人 但卻完全不認識 三番兩次刻意避開 對方卻緊緊跟在後頭 走到哪 跟到哪 甚至越靠越近 眼神緊盯著孩子 嘴裡唸唸有詞 讓媽媽心生畏懼 走掉嗎 可能會跟這邊的人講一下 這個人很奇怪 可能就會提早走 日前台南一名媽媽 她跟朋友一起帶著孩子 到百貨公司的遊樂場玩 卻遭陌生阿姨緊跟在後 連續換了三四個機台 她還是不放棄 最後家長乾脆抱著小孩 跑進服務中心求助 結果對方竟然加快腳步 跟著跑過來 甚至幾乎貼近孩子 當下他們不敢大叫 怕驚動對方 才會小心翼翼行動 最後一群人 在保全人員陪伴下 搭員工電梯才順利離開 結束這場驚魂祭 事後越想越生氣才會發文 寫了兩千字長文 提醒家長要小心 遊戲場人員也出面表示 不僅增加監視器 服務員也會加派人員助手 第一時間給予幫助 警方表示因為婦人 只有在旁邊看著 並未做出拖絮舉動 因此沒有違法 無法進行開罰 會加強巡邏 只是這樣的舉動 家長難免繃緊神經 根本不知道對方動機 就怕萬一傷到孩子 怎麼辦 T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KING PAO CANADA